嗨,大家好,我是Domi 我现在肚子很饿 然后来到一个地方,就是中小复兴这里 我现在要去我很喜欢的拉面店 现在时间大概八点半 到了 我跟刘沛跟俊长最爱的 YAMA TOYA 这个是横饼家系列的拉面店 住在台湾很久,有时候很想念那个日本拉面的味道 这里可以吃超日本味的,很好吃的拉面 那进去吧 哇,我真的好久没有来这里了 很期待耶,因为现在冬天已经来了嘛 所以吃拉面的感觉也不备好吃吧 那我要点631酱油拉面 因为很多叉烧 哦,还有要点白饭 好,我的拉面到了 真的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吃饭耶 现在9点耶 我在干嘛呢 我吃拉面的时候有一个习惯 第一口一定,那个白饭放在这个汤里面 然后 哦,太好吃了吧 再一口 嗯,好吃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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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吃再说明 不好意思 大家久等了 这个汤其实可以选浓度 我刚刚选的是普通的 但是应该选普通比较好 因为浓的话会很腻 这个味道是基本上豚骨酱油的味道 跟这个白饭真的很搭配 这些拉面店的话一定要点白饭 不然真的会后悔 那这个面 面是比较粗一点的 吃的时候的口感 很QQ彈牙的口感 这个叉烧也是很大一片哦 这个油花的量跟肉的部分 真的是刚刚好的黄金比例 跟明家系列的话 跟这个海带一起吃 然后骨汤 还完美 不能丁耶 还有这么漂亮的蛋 这个半熟蛋也不是一般的啊 里面有很多那种酱油的味道 很多他们特别的调味料的味道 啤酒 然后其实我刚刚加点了 大大酱炸鸡 我很喜欢这个大大酱 哇 一定要吃啊 所以这个炸鸡真的是刚刚炸好 很脆脆的 然后上面的这个 有那个日本美乃姬味道的酱 然后里面的肉也够汁了 还有刚刚店家招待我这个蛋 有很多那个鸡马油的味道 全部都很好吃 怎么办我的汤都没了 太爱喝了 然后喝太多了 其实这边的话很多调味料 然后我最喜欢加这个刺 加这个刺真的变成完全不一样的味道 喜欢 因为刚刚是很浓味嘛 超级浓味的那种 但是现在加这个刺的话 真的是变成清爽 然后其实变成 不一样口味的拉面的感觉 一碗可以享受两种口味 这个是通米推推的 好 我吃完了 哇 又连红了 你吃了吗 我吃了 好 好 我吃完了 哇 又连红了 红红了 这样子我的小海人都会担心我吧 没关系 我完全没有醉 吃饱了 我其实刚刚点太多了啦 真的 因为没想到有那个招待 所以真的感谢店长 啊 很饱耶 果然点大碗拉面是我的错 下一次我点中碗好了 好 那今天的影片结束 还有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记得追踪我的IG哦 影片的说明欄有放连结哦 我的IG的 记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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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拜拜